作為我棄外書法的 弘揚中國文化是我們的使命 寫書法的過程中一定要心靜 寫手中要盡量有些思考字體的結構 第二就是中國從旋書古文字 轉變為楷書一個過渡和轉節點 最重要的時刻 我的寫法中是 變化有些旋書的字體寫法 相同的詞裏面 盡量要有所變化 肯定裏面就是蠶頭、眼尾、橫屏、樹脊 這個字是筆劃的間距結構 要很均勻 一個就是枝節 有些可以三五寫法 有些可以算的寫法 萬惡之家 看起來真的沒有那麼枯燥 畫畫這邊可以用色彩 可以圖改、可以重畫 字是不可以的 一筆就是一筆 從社會的發展來講 紮織無筆去寫 我相信現在是比較少 這個時代的發展變成這樣 澳門是一個比較保守一點的 傳統的文化 根基是比較豐厚 弘揚中國的書法藝術方面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條件 暫時會更加你說 你呢 你對他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